因為我在學西塔琴嘛 然後在印度就是節奏樂器跟旋律樂器的關係很緊密 所以他是學塔布拉谷 他是學印度的手舞 節奏 節奏谷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認識 他是我老師的學生 在台北 在台北 我們是因為聽噪音認識的 然後2004年的時候 又生玩團覺得很 玩團覺得好像就是說有點這樣子 覺得說有點幻念俱灰的時候 來看我的納卡錫的表演 然後2004 2004年我們的 他的樂團 他參加的樂團 跟我個人的作品同時在收錄 同時在收錄 同時收錄在同一張選集裡面 然後這是我們最早的緣分 其實關於這一系列資金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在玩一個遊戲而已 就是把 把一場表演分成四個部分 一個是人 一個是霧 就是你的樂器 一個是樂器 被人彈奏或打擊之後的聲音 還有光 人 物 還有音 還有光 那我們第一首其實就是很正常 全部都有 可是我們示範的就是一個如何 到全部都沒有的情況 所以第二首大家看到 賽德克巴萊 那個是一個沒有霧 沒有樂器的情況 我們沒有那個口黃片 但是我們有人 有聲音 還是有光 而且有那個翻刀助教的朋友 對 翻刀也不存在 然後第三首其實就變成 霧 樂器還是有的 但是聲音沒有了 但是光還是有的 所以在人那邊是圈 物那邊是圈 聲音那邊打差 光那邊還是圈 然後第四首像 勇達哥致敬的 那個就是 聲音和霧 就不太確定的狀態 然後光也 開始泯滅泯滅這樣 然後第五首像 像K哥致敬的 就是 光也沒了 然後人也一下有一下沒 然後 聲音和霧 聲音也是忽近忽遠 然後霧其實已經沒了 就是我們身體就是霧 然後第六首其實是我們休息之間 那就是人還有霧還有聲音還有光也都沒了 然後第七首回來 就是 人霧陰光都有 但是陰已經不一樣了 陰是一個預錄好的狀況 那 背後 有什麼東西大家可以去想看 也許沒有東西 也許有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樂譜 就是 這個 不是樂譜啊 歌序啊 我們有個歌單 對 還是我還是有點好奇 就是印度英語跟自由軟體之間的 你個人 在個人主觀意識底下 你如何如何去製造一個觀點 我覺得 因為自由軟體極致的經驗就是分享嘛 然後我覺得 分享就是一種 就是這樣 分享是這樣 雲端 然後 音樂是這樣 這是蘑菇 哈哈哈哈 然後自己想像 我們大概練了 一個禮拜吧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問這個 我們開始真正有聲音的是 這一個禮拜內 但是有這個合作的 就是意念已經就是 之前就有了 嗯 而且我補充一下就是 我們之前就一直在 是有音樂上 就是一起練習的合作 然後 一起表演算是第一次 可是我們之前一起 會一直練 一起練習 就像 民國百年那樣 哈哈哈哈 我們平常練習就像 民國百年那樣 不是剛剛看到的 對 嗯 沒有那麼嚴性 那 那我可以問大家問題 嗯 就是你們會覺得 這種表演很不能接受嗎 搖頭 搖頭是說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還是說 不會啊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不會啊 謝謝 會不能接受 謝謝 因為以前都 以前玩搖滾樂 都覺得 可以不用在意別人眼光 就是 搖滾樂 改變世界 可 搖滾樂 那為什麼這個不用這個 要再一直練習 因為 我覺得 我覺得 年紀真的有大一點點 哈哈哈哈 然後慢慢會再 我們那個年齡層 對 而且 而且 因為我們有經營這個廠牌啊 然後會發 發一些CD 然後 就是 就是 因為 有點不太在意大家眼光 所以 現在都在為大家 生動示範 賠錢的藝術 所以 所以想說 是不是還是要在意一下別人的眼光 哈哈 也是因為說 我是發現說 有些玩團的人 他們說 越不在一邊的眼光 其實他們就越在一邊的眼光 就是說 像 我曾經看過一些龐克團 就曾經是這樣 就是 有一些 有所謂 我沒有說哪裡 好 那 謝謝 謝謝你還可以接受 那個 今天要在這邊 那個 特別感謝 除了感謝 兩組藝術家之外 其實今天的喇叭 也需要特別感謝 今天這兩個喇叭系統 來自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 大家如果有對他們場白有興趣的話 其實這張專輯我很喜歡 因為 我一放我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他需要 他就會把你吸進去 你真的需要聽他 這樣子 那 那個 我們就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今天的吃生技 然後 那個 希望大家下次還可以再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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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